发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天俊 工作这么忙 贫富还这么好 有什么护肤的小秘诀分享给大家呢 当然是 对 然后还有搭配 好的休息 好的心情 很重要 护肤的时候会比较重视哪个部分呢 护肤的话会比较重视 美白跟保湿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次和肌肤哲理合作的感受吧 跟肌肤哲理合作的感觉就是 首先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他们 仙人掌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可爱 然后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们是要把补水这个概念 用仙人掌的方式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很可爱 是一个很有趣的品牌 你本人最常用肌肤哲理的哪款产品呢 我现在最常用的是它 就是希望面霜 最近野生厨房也已经播出了 对于你来说 参加这个东西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参加野生厨房最大挑战就是 晒太阳 还有吃一些 从来不敢吃的东西 你不忌口吧 我不太吃奇怪的肉 像羊肉 羊肉奇怪 我看你才奇怪 不容易洗手之澡不是吗 那个还好 因为我们是住酒店 所以还是可以洗澡 你觉得冯亮一个男生够不够man的标准是什么 冯亮一个男生够不够man的标准是 敢玩这种游戏 如果可以让你瞬间变白 但代价是要让人把你的小白鞋全踩一遍 你会选择变白还是守护小白鞋 我选择守护小白鞋 最想尝试哪种发色 最想尝试 淺一点的发色 每天洗完脸后的护肤步骤是什么 每天洗完脸后的护肤步骤就是擦希望面霜 粉丝怎么做才会让你更新微博的频率提高一些 我不是不更新 我只是觉得没有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的话 就等到好的东西再跟大家分享而已 最想听粉丝夸你什么 夸我什么 他们夸我都蛮喜欢听的 你觉得自己是高冷傲娇还是慢热嫩糟的人 应该是后者 那你跟一个陌生人熟悉起来需要多久 看缘分 在野生厨房里新get的技能是什么 在野生厨房新get我是不是太慢了对不对 在野生厨房新get的技能是 是是是是生活 在节目里是第一次骑大哥车吗 对 感觉怎么样 因为他好像没反应 感觉还蛮开心的 如果你韩哥但总是一个家庭的话 你觉得在家里你们三个分别是什么样的角色 兄弟 吃羊肉和穿吊带群跳舞哪个更让你崩溃 都会让我崩溃 那你出道这么长时间了基本上都是在内地活动 你普通话现在变得怎么样 你觉得呢 我觉得挺好的 谢谢 好那你比赛的时候你有几个队友都是东北那边对 因为东北今天的方言跟你台湾那边的方言反常是挺大的 是所以今天我们想要交一下东北话可以 我刚已经看了 我有我有两句已经会读了第一句话求我干啥 求你咋的 那意思就是说看我干嘛 我看你怎么了 对 是这样吗 对但是要带点东北味然后我们跟你亲一个 正宗一点的东北人好 我看你说我干啥 求你咋的 什么再一次 求我干啥 求你咋的 啊我知道了 这个发哈的音 求你咋的 对 求我干啥 求你咋的 OK 第二个 第二个 哎呀妈在雪地里打出溜滑巴波林盖卡度 就是rap对不对 还是bboss 你参与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 哇这个有点 应该是在雪地里面 打篮球 我不太懂 后面这些感觉是一些没有营养的字 哇 所以这是滑 然后这是膝盖的意思 这叫粗溜滑 粗溜滑 所以我可以听下这句话的正确发音吗 好 哎呀妈 在雪地里打粗溜滑巴格卡度了皮 哇 就是rap 再听一次 哎呀妈 在雪地里打粗溜滑巴格卡度了皮 哎呀妈在雪地打粗溜滑巴格卡度了皮 我尽我所能的 好下一个 这个我会 求你那愁愁愁你那损骰 你瞧你的损骰 对对对对 这句话最好 在网上制作了很多你的表情包 你见过吗 没有 你没有见过吗 我没有见过我的表情包 那我们先让你欣赏一下 我的妈呀 这怎么了 我的妈呀 这是我吗 我不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 谈不忍住吗 你给我闭嘴 我觉得很好 那下面今天我们准备了四个情境 然后希望你根据情境 然后选择你觉得合适这个情境的 你的表情包 来 好的 来我先你讲之前我就跟你讲这个 好的本次采访到此结束 一的情境 粉丝看到你在新采访里又说屁发了 发了条微博指导你 你看到这条微博以后 去看表情包 第二个 在网上搜索你自己的事情 看到了比赛的时候 自己那段大致的自我介绍 姓名 林彦俊 原属高中 香蕉娱乐高中 兴趣 唱歌 rap 还有 你们 你 内心的想法 为什么只有这一个 这很好啊 很符合我的表情 第三个 在野袋烧水 韩哥说 你开着盖子当时煮不开了 傻小子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 你开着盖子当时煮不开了 傻小子 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说 就是对 他真的就是我所有的表情 那后一个 去老乡家里寻求帮助的时候 听不懂老乡的方言 你内心呢 应该是这个吧 他有点迟钝 所以我不应该 哦 不应该 哦 不应该 sorry 这个有拍下来吗 要剪掉 谢谢 宠你呢 瞬伞 谢谢